他是娘哥哥 我想问问他 我想问问他 为什么不要我呢 这是杨子拍摄长相思的一个片段 乍一看他顶着夸张的嘴型 卖力说台词的样子非常奇怪 直到看到幕后花絮 才知道杨子的演技究竟有多好 按照剧情设定 杨子需要在被人用鞋子塞嘴的情况下 仍旧要清楚地说出台词 杨子暂时拍了几次后总是感到不满 因为每次当他说话鞋子就会从嘴里掉下来 塞太满说不出话塞太少又太假 为了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杨子想了无数种办法 最后选择了最撑的方式 将鞋子对折增加面积 一股脑直接全部塞进嘴里 就这样杨子在被整个鞋子 填满口腔的情况下完成了拍摄 由于拍摄时间较长 以至于鞋子取出来使他的嘴巴久久和不少 据杨子事后采访所说嘴角都模糊 但也正是这个细节 让观众得以看到最真实的背榜戏份 杨子不光是自己要求完美 在和其他演员拍对手戏时也照样力求真实 台词功底深厚的他和张婉一对标演技 声音震到横电两天接的电瓶车都在响 遇到不合理的地方 杨子还会给其他演员提出自己的建议 香柳在被小妖下毒后呈现出来的名场面 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这么风流剔道 是杨子在看完谭剑刺表演后帮忙精进的 果然在杨子的调整下 谭剑刺的举动变得更帅 当张婉一迟迟进入不了状态时 杨子没有做事不管 而是帮着他一起想办法 两人围绕这个问题翻来覆去的讨论 最终商量出了最好的呈现方式 没有敷衍和摆烂只有气头并进 剧中的演员都拥有敬业心超凡的演技 也难怪长相思能如此大爆了